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 构建发展共同体 为地区的长治久安稳定繁荣 贡献力量 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公民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 神圣不可侵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与之俱增 如果米莱先生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相信他会对中国人民自由不自由 中国安全不安全这个问题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正当性 安全性 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 福岛核电站储存的核污染水再次发生泄漏 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管理无能 日本政府监管无效的担忧 福岛民众多次指出 自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 东京电力公司的善后处理工作漏洞百出 曾多次被爆出存在隐瞒窜改数据 其处置核污染水的能力令人怀疑 东京电力公司能否从始至终 都安全负责地处理福岛核污染水 能否确保长达三十年的排放管理 不犯错 不失误 能否确保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和可靠性 能否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核污染水的取样监测活动 对于这些问题 国际社会不得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 正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民众的合理关切 停止强推排海计划 以真诚态度同周边邻国充分沟通 切实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 首先我要说的是 中国经济数据发布一直坚持公开透明 向社会持续发布各项统计数据 得到国际组织在内的各方面的高度认可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相关部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统计制度方法 逐步增加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指标 同时对部分不符合时期情况的统计指标进行调解 这是统计工作完善的正常情况 中方一直致力于推进统计公开透明 积极回应社会的公众关切 不断丰富统计数据发布内容 及时增加公众关心的统计指标 比如今年8月份增加发布了服务零售额指标情况 有效满足社会公众的数据需求 中国新农员汽车驶向全球 是中国经济向绿而行的亮丽风景线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 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的绿色打卷 今年上半年 中国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091千瓦 占新增装机总量的77% 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3.22亿千瓦 历史性超过了煤电 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 同比分别增长24.9%和65.1% 充电装产量同比增长26.6% 中国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全国燃煤锅炉和窑炉从近50万台 下降到目前不足10万台 减少使用煤炭燃煤4亿多吨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10年累计下降幅度超过36% 中国建造机车资产成本入市 中国有望于2023年提前